蓬佩奧在佐治亞理工學院演說時, 批評中共以金錢、資助等手段, 滲透美國的高等學府, 令校方同學者對中方的蝕取和情報刺探, 視而不見、充以不問。 他由以學院的中國學者黃菲玲的經歷做例子, 聲稱他曾經在中國被秘密扣押兩星期和盤問, 認為可以威嚇或招攬他, 美方施押後才放任。 蓬佩奧又說下一任總統以至未來幾任總統都會感覺到和認清中共威脅所帶來的挑戰。 有先電視機仔的健身步道。